星期三早上,Honda在日本總部開了一個記者會 確認了大家猜測多時的傳聞 就是他們宣布會在2026年全面回歸F1 製作新規矩的引擎 並同時宣布會跟Aston Martin合作參賽 在2026年,Aston Martin就會用新的Honda引擎 這個消息其實都存了一段時間 大家都可能對Honda彈出完再彈入都已經不感到奇怪了 反而一向跟平治合作的Aston Martin竟然會選擇和Honda合作 就不免會有些令人驚訝 這次我們就很快講一下為什麼Honda和Aston Martin會跟對方合作 以及看看他們的合作有什麼挑戰 在影片開始之前讓我賣過廣告 這次影片也有贊助Surfshark VPN 所謂VPN就是Virtual Private Network 是一個可以將你的網絡行蹤、隱藏服務 令到你上網的時候更為安全、更加能夠保障你的私隱 另外VPN也有一個對我們車迷很好的功能就是破Geoblock 使用VPN就可以幫你利用當地的伺服器上網順利收看賽事 例如你可以用VPN轉到英國的Youtube就可以看Former E的直播比賽 又或者轉到美國就可以買F1TV Pro 另外看Netflix也可以透過VPN收睇到不同國家地區的節目 比只看香港的多很多 Surfshark VPN是市面上性價比最高的VPN 一個帳號就可以無限設備使用 而F1TV的觀眾利用優惠碼購買 還會額外送多3個月免費使用 還有30日內存額退款保證 這麼想大家就快點利用資訊欄裡面的連結 輸入這個專屬優惠碼申請了 好 最後都宣傳一下自己先 F1TV主要是講述有軍賽車運動的新聞、稅文、故事和相關資訊 上個禮拜出了一條講述 法拉里2002年終點前讓車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就記得comment like and share 還有subscribe的頻道 也可以加入會員支持一下我 好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 Honda這次宣布會在2026年回歸 其實都已經醞釀了一段時間 畢竟他們一早已經向FIA提出了會在2026年供應引擎的意向 唯一令到他們未能夠正式宣布的就是沒有合作的車隊 我在之前講Honda彈出彈入的影片也有講過 他是怎樣四進四出 而最近一次退出就是在2020年 他們當時也宣布會在2021年之後退出F1 主要就是因為疫情影響 還有公司希望發展更加環保的技術 其實這個決定在當時的時空是很合理的 畢竟Honda都花了很多錢和資源 但在當時仍然跟冠軍好像差很遠 加上疫情影響汽車銷情 以及環保的大趨勢 的確是難以說服公司的董事會去繼續鬥F1 不過之後的故事大家都知道 2021年 紅牛和Honda幫韋斯塔本獲得世界冠軍 令到Honda那邊也有點後悔 但畢竟他們一早已經說了不玩 不能夠隨便反悔 所以在官方信息上面 他們都是在2021年連尾走了 但其實他們根本就沒有走 繼續供應引擎給紅牛 不過就會以紅牛自己的 Red Bull Powertrain的名義出戰 之後的2022年 紅牛統治賽場 車手和車隊的世界冠軍都拿了 但在Honda的存在感度少了很多 季初只是用HRC的branding 去到季尾才重新出現Honda字樣 見到自己的引擎繼續發光發亮 令到Honda就更加覺得應該要回歸F1 加上2026年的新引擎規則 更加強調電能應用和生物燃料 理論上是更加環保的 符合Honda公司的大方向 而且當日決定退出F1的CEO早已經換人了 新上任的三部敏弘支持Honda回歸F1 所以HRC要說服Honda的董事會就輕易很多 不過你就會問 既然跟紅牛合作得這麼好 為什麼不繼續跟紅牛合作呢 這個就真的自己拿來 就是因為Honda在2020年突然宣布退出 令到紅牛決心要自己搞引擎 自己控制自己的命運 因此就成立RBPT 雖然他們現在還在用Honda引擎 但他們已經積極搞基建和搶人才 務求在2026年可以獨立發展 Honda當然也有跟紅牛談過 能不能在2026年繼續合作 但Honda更想的是有技術的參與 而Red Bull Power Train基本上已經齊腳了 找人科水就OK了 結果他們就找了福特尼 名義上是合作 實際上就是引擎贊助 令到Honda就被迫要找第二間車隊 早前也有傳他們跟曾經合作過的麥拉倫和威廉士接合 但就一直未試成 反而近一兩個月就已經傳聞 今年有大進步的Aston Martin想找Honda 做正創隊不再做customer 而Honda也看中了Aston Martin的實力和財力 結果雙方果然一拍即合 據聞組在上個月已經同意合作 最終就在今個禮拜發表 Honda想回歸F1以及看中Aston Martin的原因 大概都很明白 但為什麼Aston Martin又會想找Honda呢? 自從2009年起 這一支總部在英國銀石 曾經叫過Force India、Racing Point 直到現今Aston Martin的車隊 一直都是用平置引擎的 而Aston Martin本身的跑車都一直有用平置引擎 和平置一直都合作無間 那為什麼要突然找Honda呢? 很簡單 就是Aston Martin不想再做customer team 想擁有廠隊的地位 做customer team的好處就是 很多東西不用自己研發 很多東西都可以買 譬如現時Aston Martin 除了用平置引擎之外 除了用他們的波箱 以及他們的後suspension等等 如果是作為預算有限、資源有限 而且重點只是求在中油生存的車隊來說 絕對是非常理想的 但如果要更進一步 就不能一直依賴了 之前也有說過 Aston Martin雖然有前紅牛的Dan Vallos 但他們是不可能全部抄襲紅牛 其中一點就是 他是用平置波箱和後suspension 所以就算知道紅牛在這裡有什麼秘密 他們都會因為這樣而沒辦法發展 做customer team 就是會這樣被人綁手綁腳 而在今年Aston Martin和平置 變成正面競爭對手的時候 就會更加令到情況尷尬 如今Aston Martin有才有勢有實力 新的工廠也即將啟用了 充滿著紅心壯志 更加就不想被引擎供應商限制 Aston Martin曾經有考慮過不如自己搞引擎 不過最終都是作罷 剛剛好Honda又跟紅牛分手 而他們又想在2026年回來F1 於是他們就理所當然成為了合作夥伴了 Aston Martin的Group CEO 曾經在麥拉倫時期跟Honda合作的Martin White Marshall表示 這次跟Honda合作 將會是Aston Martin在F1的位頁最後一塊拼圖 看看他們這次合作是否真的一拍即合 還是會出現當年麥拉倫的問題 Honda跟Aston Martin的車隊 其實某程度上都已經合作過 那角色叫做Jordan-Jordan車隊的銀石車隊 就是憑Honda的無限引擎 贏過三場比賽更加曾經挑戰過世界冠軍 究竟這次的合作能不能比當日更進一步呢 Honda現時是F1的冠軍引擎 Aston Martin也是當紅炸子雞 有資源有人才亦都有新工廠 應該都很有潛力的 但他們最重要的都是不要重蹈麥拉倫的覆設 當日他們都被人看好的 但就因為文化和地域的差異 令他們製造出GP-2 Engine 所以知道當年的麥拉倫 是連去Honda的Sakura總部都不肯花時間 Aston Martin必須要跟Honda制定出合乎雙方工作方法的策略 才能夠避免當日的失敗 Aston Martin跟Honda直接合作的好處 就是可以用引擎去配合車架的發展 有更大的發展潛力 但當日麥拉倫就因為硬要Honda跟隨發展路向 搞什麼Size Zero引擎 結果完全不行 Aston Martin的團隊應該都有跟Honda合作經驗 看看他們能不能吸取教訓 另外Honda面臨的挑戰 也包括他們要聘請一班技術人員 畢竟他們退出F1之後 有些就過了檔去RBPT 有些就內部調去做其他project 要重新建立團隊 是他們首要的目標 另外他們都將在英國的設施賣給RBPT 所以他們現時都要計劃一下 怎樣去建立在歐洲的團隊 畢竟事事都要回到日本總部 絕對是廢時失事 如今的Aston Martin新工場 會不會可以包含搞引擎的基建呢? 就看看他們之後的發展 另外的挑戰就包括要研發最適合引擎的機友 以及2026年的新Biofuel 這個就看他們跟Aramco合作 最後當然就是車手陣容 雖然來2026年還有幾年 現時車隊領軍的艾朗素到時都45-46歲 都不知道會不會留下 但即使他當日公開批評Honda引擎 令到他跟Honda結怨 但在今天的發佈會當中 HRC就表示他們是不會反對艾朗素在陣中 重點都是要有對的人才 但Astro就一定不遠存在 另外也有說法就是Honda會推葛田瑜伽過Aston Martin 不過理論上Aston Martin還是有車手陣容的話語權 Honda想推都要葛田的實力配合到才行 不過距離2026年還有幾年 車手市場千變萬化 現在去估都沒什麼意思 不過大家有什麼看法呢 都可以留言說一下 這次講特發新聞Aston Martin和Honda的合作差不多了 大家覺得他們是天作之合還是不看好他們呢 大家都可以留言說一下 又再宣傳一下直播節目 今季繼續有陪我講賽車 逢星期二九點半 繼續我和Cynthia 一起講一下賽車相關的項目 大家記得留意 最後要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和分享 再按鈴鐺才看 最重要是訂閱這個頻道 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就更加好 如果想支持我的委員 也可以加入會員或者Superfans 多謝大家 我是阿菲,我們下條片見 在ら你姑娘 我們下條片 是不是可以enthep 我們下條片